第1222级 那你就昨天晚上带来的熊黄呢 你今儿个怎么没带 没有啊 昨天带来的时候是为了防射妖 可是今儿小璇不是说咱们过来是挖树坑吗 我带那么老大一带子熊黄也是费力 我就没带 冯伟听完这会儿脸色更白了 腿一软 险些摔到地上 我一把将冯伟架住 随后朝着周围的蛇仔细地看去 这些蛇现在已经有了几千几万条了 它们一个个伸着细长的身姿 已经将我们的周围围得是水泄不通了 但凡是我们要踏出这个圈子 怕是要被那些蛇给馋死 嗯 不说这些蛇有毒没毒 就凭这些滑不溜手的玩意儿 一旦若是爬上身上 那就是咬你两口 那你也受不住啊 而且数量这么多 怕是一出去 就要被他们盘死在地上 到时候就只能是硬生生地被勒死 我也觉得有些头大 可是我们也不能一直待在这个地方 先别急 你手头不是带有油丸吗 油丸打出去 看看能不能打出一条路来 冯伟一听 从口袋里掏出了十几颗油丸 递给了秦武 我们几个人分头向四周砸去 可是这油丸就像是摔炮一样 必须得引到坚硬的地面上才有震动 才能够将火药震裂开来 可是这些蛇毕竟是软体动物 砸在它们身上就像是掉进了水里 根本就起不了一点震动的作用 所以十几颗油丸砸出去 只抱了两颗 这些蛇根本就不害怕这些响动 仍是一个个伸着脑袋 冲着我们嘶嘶地吐着舌头 这才奶奶的 都他娘是五彩的蛇 这要是出去被咬一口 那指定是得中毒啊 秦武一边说 一边声音都有些发抖 可是就在这时 我们发现了更不好的事情 那就是原本还围在那 朱砂坑外的蛇 已经有两根掉了进来 而当它们掉进来之后 身上只是冒了一股股淡淡的黑烟 除此之外 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反应 而这些蛇进来 那些蛇根本没事 剩下的蛇如同潮水一般 向我们涌来 秦武和冯伟吓得惊叫出声 两个大老爷们几乎是上蹿下跳 拿着手中的铲子 就在不断地冲蛇砸去 蛇被砸得 顿时断了两截 可是剩下的那些蛇 则是再次开始往上爬 很快 冯伟和秦武手中的铁锹和铲子上面 都已经缠了不少的蛇 甩都甩不掉 我急得不行 连忙将手中的抗龙碱也跟着去杀 可是 这些蛇却好像是永远都杀之不尽一样 海浪一样 朝着我们身上扑了过来 就在这时我闻到身后那颗已经是枯死的老槐树上面 冒得血更多了 味道十分难闻 冯伟一边杀那些蛇一边冲着我大呼小叫 小萱 这个也不是事啊 他们数量那么多 咱们就算是这样杀下去 那杀到什么时候 你快点想个办法呀 还是先找个安全的地方退出去 秦武这会儿已经急得根本就没话说了 一边嘴里发出毫无意识的声音 一边手脚利落的去杀那些蛇 而我手中的抗龙碱也被好几条蛇缠了上来 几条蛇顺着那抗龙碱就冲着我们身上爬 我们此时穿的都是短袖 那蛇爬到我们手腕上 张开嘴就是狠狠地咬了一口 我只觉得一股刺痛 随后将那蛇拽了下去 就直接用铁锹缠死 可是手上确实冒了血 我被咬了第一口 接下来就是第二口第三口 不到半个小时 我们三人身上就被咬了十几下 二十几下 风味疼得滋挖乱叫 可是却根本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我们连来路都不知道 这些诡异的蛇群 就是在刚才一瞬间出现的 所以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们 或者召唤了他们 不然的话 我不相信这身上来来回回就那么好几趟 怎么就一趟出了毛病了 最后杀已经杀不过来了 我就召唤出三阳真火 去烤这些手 很快一股焦糊的味道传遍了我们周围 风味一个劲的干呕 脸色是惨白的不行 秦武此时靠在我身旁 机械地挥动着手中的铲子 十几分钟之后 我也坚持不住了 顿时嘴里一口心弦 一口血直接喷了出去 小萱 不成啊 你这是拿命在喝蛇拼 你千万别用这三阳真火了 我是赶紧虚弱不行地收起了真气 三阳真火瞬间回到手心 紧接着蛇又是涌了过来 有几条蛇爬到了我的腿上 让我感觉到浑身鸡皮疙瘩 风味掏出了破磨刀 拿着刀几乎变成了机械人一般 可是我和风味秦武都已经坚持不了多久 眼看就要死在这 风味和秦武两个人挥动着 就没有停下来 我也是屎变了浑身解数 就在我们开始崩溃的时候 刘官费力地带着一个大袋子 冲到了我们身边 虽说刘官的魂体 在我和风味的悉心照料下 已经可以逐渐实体化 但是两次受伤都非常虚弱 最近也没让他出现什么任务 没想到这会儿 刘官出现在我面前 风味一看到刘官 立刻也顾不上涌来的蛇 连忙把袋子接了过去 这袋子一打开 顿时一股雄黄味道 瞬间把这蛇都给退散开去 刘官也用起了身上最后一丝力气 直接就跌倒在了我们旁边 秦武看到刘官也是十分感慨 哎呀 这个孩子倒是懂得报恩 你们这两年没摆对的好 哎呀 这傻小子身子都成这样了 你怎么还跑过来 你知不知道这煞气有多重 侵蚀你的魂魄 你就死了 我呸 你这个老东西这么多年来一直都这样虐待我 我都受伤了你还在这虐待我 难过我呀 但是我告诉你 你若是再这样教训我 我就 刘官话还没说完 本来虚弱的魂魄更是淡了 表情一下变虚了 风味吓得赶紧切破了手指 喂食他精血 喝了两口精血 他的魂魄才稳定下来 风味不敢说别的 连忙就将刘官的魂魄都装进了玉瓶中 随后小心地把那玉瓶揣在了怀中 这下因为刘官的救援 我们眼下的难题算是解决了 毕竟这些蛇就是再厉害 也不过是一些山上的野蛇 它们身上并没有什么法力 所以这些循环也就没有办法阻止他们 但是我们现在却面临最麻烦的事情 那就是背后还躲着一个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冲上来 跟着我们拼命的蛇妖 所以现在我还是要找到那个古佛陀 然后从古佛陀那里 得知可以镇守蛇妖的办法 可是现在我们身后就只有不断流着血的老槐树 那古佛陀究竟在哪呢 秦武这会儿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抽了一根烟 然后悠悠地说道 我觉得这个古佛陀之所以现在不出来 是不是已经被蛇妖童话了 他根本就帮不上什么 你别在那放屁了 那是谁啊 佛陀呀 佛陀没成仙 但是已经是个成仙的角色 怎么可能被蛇妖童话 人妖殊途 仙和妖不更殊途吗 哎呀 古佛陀就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早就没影了 什么他妈的舍利子 根本就是骗小孩的 要不然就是古佛陀压根就不想管 不然的话 咱能被蛇困成这样 我看冯伟契机败坏 心中也是拿捏不准 因为冯伟说的很对 如果那个古佛陀 真的想要帮助我们的话 那么我们刚才被蛇围困成那样子 古佛陀 为什么没有出现 我沉默了一会儿 正常情况下 老槐树绝对不会流血 这种情况一定很异常 小蛇的事情处理完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去挖那棵树 只要把树挖出来 再用三娘针火把这树根全部烧死 这事想必也就能解决 别耽搁时间了 先挖树 速战速权 我们三个合力开始挖树 这树根很深 显然已经是很多很多年了 再加上这棵树不断地流出臭烘烘的血 闻着就让人觉得头晕目眩 所以我们的进度很慢 我们只得用真旗护体继续手中的动作 大概半个多小时后 却依旧没有看到这棵树的树根 风味极了 看一下我 这怎么办 我看要是不成 就跑下山去弄点硫磺 把这玩意儿融了算了 毕竟这树再强悍 那硫酸的腐蚀性 它总能承受得住吧 或者山下还有我们化物水 那也不是不行 我去把化物水取来 直接把这树化没了得了 那不成 你能化掉这棵树 你能化掉这棵树腰吗 你知道这树腰是不是在树里下 你若是直接化没了 那蛇腰岂不是跟咱们拼命 那你说怎么办 那蛇腰不把树扒出来 它也跟你拼命啊 我正想回头让两人先别吵 可谁知道头晕目眩 紧接着眼睛一白 直接倒在了地上 然后再稍微读一遍 就像我一样 我去把这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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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弄得了 那希望我一样 你能化一样 我一定会想到 你不用了